我要去追寻起初的感动 远路要学会放下雨包容 用一生的爱去圆梦 这很像一个头吗 对啊 像某个头像 会不会是约翰 今天终于能够来到这个 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一个地方 就是爱琴海 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很美丽的海洋 那么其实在爱琴海的对面有一个小岛 这个小岛叫做拔摩岛 拔摩岛也是非常的出名 在我心目中很向往 因为拔摩岛就是当年 两千多年前的使徒岳和被困在那边 被放逐到那边 然后它在拔摩岛上面有一个异象 有个vision 它可以看到天堂的景色 那么也可以看到世界末日的情况 所以它都写了一卷很重要的书卷 叫做《启示录》 就是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 后来这卷书还被这个信菜 送到现在土耳其这边有名的七教会 七个教会去阅读这卷《启示录》 就是在拔摩岛 因为今天雾比较大 所以我们看不到拔摩岛 但是就是在那个方向 那么后来使徒约翰也很有可能 从那个方向坐船 就是从这个地方上岸 来到了土耳其 在这里定居养老中老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 很有意义 跟历史价值的地方 是 是 有力是 好 很好 激热 激热 大 好 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 今天終於完成了我們在土耳其之旅拍攝的工作 終於下青了 不過今天大家也都比較疲倦疲累了 今天也是經歷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就像有一隻很高傲的孔雀 本來不太可能會在你面前走過或者開屏 孔雀開屏了 今天我們也看到 其實很興奮 而且我也遇到了許許多多的 在我心裡面來講是一個很神奇 的孰零數字33出現了很多 加上其實現在拍完的感受就是 覺得很開心 但是有點意義不死 真的 好像明天就要回到台灣了 所以我們的Crew也要回到香港去 所以跟大家有 這幾天其實有很深的感情 很多人有友誼發生 就要分開 而且土耳其真的是一個非常很美的地方 也很浪漫的地方 這次對我來講收穫良多 我覺得經歷了這幾天 真的正如我們的歌曲一樣 馬上尋回了起初的感動 我覺得這份的感動 這份的動力是非常寶貴的 謝謝大家 也祝福大家都陪著我們一起來到追尋 起初的愛 起初的感動 謝謝 拜拜 來 拜拜 非要把一切努力化为无忧 好像美丽一点缘从此失守 直到面对生死关头 说爱我 说出口 一句话就足够 拥抱你 在一秒就好 原来我真的舍不得 恨我来不及说爱你 无力抗拒那舍的试探应酉 落得琉璃飘荡再无法回头 不求再与生命述获得将就 只求时间手作停留 说爱我 说出口 一句话就足够 拥抱你 在一秒就好 原来我真的舍不得 恨我来不及说爱你 原谅我只为梦想拼命返斗 欲美的盲目追求 看不见你 看不见你是我最大的成就 说爱我 说出口 说爱我 说出口 一句话 就足够 拥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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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会放手 原来我真的舍不得 混乱分的走 其实我带来不及说爱你 Animation begging 彗抱你 拥抱 nunca 你拥抱 说出口 过去 爱你